记住了 智慧解脱的人就能找到真如本性 人的脸其实就是一个苦字 眉毛是一痕 两个眼睛是两点 鼻子是个十字 嘴巴是个口 所以人生来就是来吃苦的 不贪着就能解脱 心不动就是开悟 大家看看这个苦字 人的脸是不是一个苦字啊 好了拿掉吧 我们这里的人不苦的 所以清代学者王永斌 在他的唯一卢业话当中 曾经讲过 人面和眉眼鼻口 已成一字月苦 为人生为苦啊 大家我不说多苦吧 就随便拿一点来说 人生有八种苦 那是最基本的苦 生出来苦不苦啊 老了不能动了苦不苦啊 生病的时候苦不苦啊 死的时候苦不苦啊 爱别离苦 喜欢的人要离开你 你苦不苦啊 冤资会苦不想看见的人 天天要看见他 苦不苦啊 求不得苦吗 物应直胜苦 全部都是苦啊 想一想啊 人很苦啊 所以下辈子 我们再也不投人 到天上去见吧 有一个人来到禅师那里 述说自己多么的不容易 多么的痛苦 他的表情非常的痛苦 痛哭流涕 这时候禅师没有打断他的话 等到中午的时候 禅师看着他发泄的差不多了 留他吃一顿摘饭 等他吃完之后 禅师就问他 这个面条好吃吗 这个人就说 啊 很好吃 禅师就把他带到厨房 指着瓢里的凉水说 你把手放到凉水里面去 男人说 啊 禅师 我的手很干净 你要是嫌弃我脏就说 你要我把手放在这个瓢里干什么 禅师没有强求 而是领着这个人来到放面粉的地方 对他说 好 那你就吃一些面粉吧 那个人有些生气了 啊 我疯了 我又不是动物 吃面粉干什么 禅师也没有解释 又领着人来到暖水湖旁 给来人倒了一杯滚烫的开水 说 你把舌头放进去吧 这个来的这个人啊 简直无语了 说 禅师啊 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 啊 你想烫死我呀 你把我舌头放到滚烫的杯子里干什么 禅师哈哈大笑说 生活就好比你吃的面条 必须经过你不愿意接受的几步 要按照顺序来做 才有可能你有所收获 虽然有些痛苦 但是这些痛苦都是暂时的假象 你要吃面条 你就必须要经过滚水 就必须要经过面粉和凉水的制作 你才能吃到这碗面条 所以人要想幸福 就必须克服自己的苦难 只要你能坚持 你就会得到最后你想要的幸福啊 人总以为自己只要拥有 就永远不会失去 以为把孩子养大了 孩子就会照顾你 四碰你 你以为对人好 人家就会回报你 以为爱你的人 他会永远地爱你 你以为在你身边的人 会永远都在你身边一辈子 这些都是妄念 把自己的期待和欲求 投射在这个变化无常的世界里 你还要指望这个变化无常的世界 会依照你的想法去运行 你这个不叫自讨苦吃吗 不要停 拍下去 没错 因为我们做人啊 因为我们做人就是经常喜欢执着 不可能得到的东西 一样东西得不到 我一定要得到 而体验到自己的很多的痛苦 你去追求一样东西 这是不可能得到的 你说你会不痛苦吗 真相有时候不会令人挫折难过 人之所以碰到很多的烦恼和痛苦难过 都是因为我们将自己的妄念 强加在这个世界的真相之上 人因为会变的呀 事物也会变的呀 物质也会变的呀 想一想 今天这盆花 一个礼拜之后就在垃圾桶了 今天在这里 他多么的阳光 多么的美丽 照耀着你们 一个礼拜之后 他跟垃圾桶作伴了 所以那是无常的 人也是呀 好好的谈恋爱 最后离婚了 不就是无常吗 不要给自己出难题 要随缘啊 不管什么事情发生了 尽量去补救 实在不能补救的话 那只能随缘了 当云是一朵花 很好 当它变成一棵树 那也没关系 当风吹起 你就跟着风一起摇摆 当下雨了 你就在雨中享受 没有各种的欲望和念头 不起风扰 这就是中国有一句成语叫 云淡风轻啊 很多人说解脱很难 其实师父告诉你们 解脱并不难 只要你肯舍得放下执着 而且马上放下 不就是马上解脱了吗 完了 谢谢 我的天好 我只是 karena 年来我